大家好 我是AlphaCam的Bernard 大家好 我是AlphaCam的學習教練彥婷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如何設計有效線上課程的四大原則 那其實AlphaCam從一開始的實體課程走到現在傳線上 我們大概花了三年的時間不斷地實驗跟調整 看看怎麼幫助學生能夠達到他的學習成果 那在這個影片裡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一些學習跟性格 那我們過往的經驗其實都建立在城市語言教學上 那它其實是一個建立一項技能 像是你經手一項運動或是精通另外一個國家的語言 那跟單純的一個理論和知識傳遞 或者是像是個人經驗心法的分享 那其實會不太一樣 那針對這種建立技能的課程 它會有四個特色 第一個它不是只有理論還需要大量的實作 那這些實作也需要得到feedback的反饋 那它學習的時間也比較長 然後在過程當中會常常有挫折梗 因為實作的時候你會做不出來 那以下是我們這種技能建立的課程設計的四大原則 那原則一是設定階段性的目標跟明確的產出 那這樣子才可以在長期的學習當中 不斷的定期的拿到一些成就梗 設定目標的時候是需要把那個產出先溝通出來 讓學生有正確的期待 舉例來說在我們的課程裡 我們經常運用到最小概念跟模組化這兩個設計原則 其實是能夠幫助學生很明確的知道 他在每一個步驟應該要學習什麼 然後應該要再聚焦跟專心在什麼樣的地方上 我們在不管是大的課程 然後或者說每一個章節或是每一個單元 其實都會定義出明確的學習目標 來幫助學生們很清楚的知道 他現在應該要朝哪個方向努力 那原則二就是增加回饋的路徑 那這個是線上課程一大的優勢 在傳統這種一對多的教學裡面 老師是很難直時知道每一個學生的狀況 那在線上平台上面 我們可以修集不同學生的行為跟他們的學習數據 然後提供即時的輔導 舉例來說 我們在每個不同的課程單元裡 也都會有很多道觀念測驗題 來確保同學們有讀懂他們剛剛讀的東西 那也會有Auto Grader來去做評分和批改 那再來在幾個單元之後呢 會有一份整合練習的作業 來去確保同學們真的有吸收了他們讀的東西 然後並且能夠順利產出一個小練習 那作業也都會有助教來幫忙批改 每一到兩個禮拜 我們其實也都會有線上即時的工作坊 來由助教帶領的同學們 去做線上的即時練習和互動 原則三 就是幫助學生維持他們的學習動力 課程時間比較長 然後學生也會在過程當中容易受到挫折 所以在課程裡面可以設計一些小遊戲小比賽 讓整個學習更有趣 那同時怎麼去鼓勵學生互動 讓他們能夠互相鼓勵 最後也可以在過程當中設計一些小問卷 理解每一個學生的心情跟情緒 看看怎麼幫助他們 再一次最特別的就是我們有進度班機制 同樣一群學生跟著同樣的進度同時開課 來創造同才學習的感覺 解決線上課程買了課 但卻難以玩課的痛點 那再來也因為有同才學習 所以我們也可以有各種遊戲化的機制來去評比 譬如說積分經驗值 那也會有定期的神秘小禮物等等 來創造同才學習的氛圍 除了同才學習之外呢 我們也會有每週的學習週記 來去讓同學們回歸自身去記錄每週 學了什麼哪裡可以做得更好 那下週應該要繼續往哪個方向努力 來去維持他們的學習動機 那最後第四就是創造多元的互動體驗 在傳統的現象課程當中 一個人看著螢幕就很會無聊或者很孤單 那如果在課程裡面你能夠設計不同的互動 那這樣子的話才會有更好的體驗 有更好的學習成果 舉例來說我們在課程作業中 遇到比較困難的部分 我們會設計求救按鈕 讓同學們覺得卡關的時候可以按一下求救按鈕 來得到一些提示來幫助他們順利完成作業 那我們作業或問題也都會有助教 在24小時內完成回答和批改 那剛剛也有提到現障工作坊 每個禮拜助教跟同學們會在線上即時互動 來完成一個小專案 那最後也會有 學長姐會分享學習心得 校友會分享產業心得等等 以上就是如何設計有效的線上課程的四個原則 這些是我們教了幾千個學生 幾百次的改版之後的一些經驗 希望對你有幫助 如果你對這個主題有興趣 我們之後也會分享更多有關線上教學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 那歡迎訂閱跟分享喔 謝謝大家